国泰集团作出的企业重组 政府是要求国泰集团 在考虑任何的企业重整方案的时候 都必须顾及对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潜在影响 也都要充分考虑尽可能照顾员工的福祉 减少对他们的影响 除此之外 也都要维持核心的团队和人才 在确保日常营运的同事 也都是为日后航空业复苏 重新出发的时候 是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今年的六月 当政府是决定投资在国泰集团的时候 也都清楚表明 这个是一个投资的安排 在过程里面 是期望有所回报 也都最重要是要保护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 投资的目的是为了维护香港长远的竞争力 而不是单是一间航空公司的前景 是为了维护香港长远的竞争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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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竞争力 重新竞争力